主席,我们麻烦请部长 郑部长,请 李维,你好 部长好,辛苦你了 两公约呢,刚刚依照你的报告呢 显示我们联合国大会呢 在1966年通过之后呢 1976年正式生效 我们台湾虽然不是联合国的成员 可是对于这个人权呢 我想它是一个普世的价值 作为我们希望台湾能够积极的参与国际的事务呢 那我们当然还是应该具体的落实这个两公约了 那我们从实际上面来看呢 在你的报告资料上面也显示 本院呢在2009年通过两公约 还有它的施刑法 那么马总统呢 也在次年呢 就正式的签字批准两公约 然后由行政院人权保障推动小组 以及法务部 共同来落实 那对于政府有这样的决心 其实本席还是要在这里呢 借今天这样的机会呢 予以肯定了 那么但是呢 我想因为台湾的这个国际地位的关系 我们有困难按照原来这个两公约 国际上面的规范呢 是提交联合国来审查 所以我们现在做的事实上是一个类似的 一个变通的办法 那么也因为呢 这个前一阵子啊 我们的这个处罚六个这个死刑犯 那么对于媒体上面有一些的质疑说 是不是因为这个处决 这个六个死刑犯呢 导致这些我们所邀约的人权的这个学者 不愿意来进行审查的这个事项 刚才部长在您的这个回复上面 我们也知道 就是说其实并没有啊 他们都已经确定这个九位 以及这个额外的一位的贝位 刚才您也说明了 他们都会来 可是部长我在看到媒体的时候 因为我不知道媒体的报告是正确的 还是不正确啊 媒体的报告呢 我们讲说这些的国际学者 这些对于人权啊 这么有研究的这个国际学者 他都能够体会啊 他都能够体会 事实上我们法务部在执行的时候呢 是因为依照内国法 现在台湾的法律并没有废除此行 在这样的一个制度体制之下 我们不得不做的一个很痛苦的一个抉择 我相信部长你在做这个决定的时候 事实上也是很痛苦的 但是你不得不 因为台湾到目前为止 废死还没有经过全民 还没有达成一个共事 可是我在媒体上面看到报导的时候啊 报导上面讲说 我们的我们事实上有 我们的国内的组织里面啊 有七名的 在你的报告里面也提到 我们有七名的委员啊 这个逐步费死的推动小组的七名的委员 里面有好几位啊 有好几位啊 他都退出了呀 按照报导上面来讲的话 这个上面 这个报导上面写说啊 这个退出小组的九名成员呢 都支持废死 包括台湾人权促进会会长 赖宗强律师 顾立雄就是阿扁的律师嘛 然后还有辅大法律系教授 吴志光 中研院法律研究所 廖福特等等 还有媒体人等等 报纸上面写的 我们这九位的成员呢 退出废死小组 是的确是像报纸上面 所报载的这样的情形 还是这个是媒体的误保 跟委员报告 那这九位呢 确实有跟我们这个小组表达 他们要退出啦 但是我们是 还是透过很多的关系 跟他们讲 大家要共同的体谅国家的处境 希望他们呢 能够来参与 因为我们这个小组 它是具有比较前瞻性的 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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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法 部长我完全同意你 但是我必须要讲的就是说 在国际的人权学者 对于国际的人权 这么有研究的人权学者 也是来评估我们对于人权 是不是我们的人权 报告里面 我们的对于人权的落实的情形 他们都能够体会 他们都体会 在现行的台湾的法治体制之下 这么多的九位的 有一大部分的事实上是法律人 如果不是法律人 这个我可以理解 不是法律人 因为他对于法律的部分呢 的熟悉度 但里面有这么多的法律人 他在他难道他不知道在 他不知道我们的这个 他的这个推动小组是逐步废除死刑吗 当初你在研聘他的时候 没有告诉他是 并不是立即废除死刑 是逐步废除死刑 他作为一个法律人 难道不知道 以现在的现行法的体制下 你们这些人是怎么选的 可不可以说明一下 这些人是怎么选的 就是说在国际的学者 他都没有反对理解的情况之下 我们反而我们国内的所研聘的专家 他是不能够体谅 这个的基础 作为将来 今年二月份 国际人权学者来台湾的时候 这一点的部分 是怎么样子跟这些人要厘清呢 部长 您知道还是不知道 跟委员报告 这个委 这九位委员当然知道 因为我们名称上就是 逐步汇除死刑 的这样一个研讨会 部长您有跟这九位达成共识 在人权报告出来之前 审查之前 不执行死刑吗 有这样的共识还是没有 完全没有 完全没有这些人 难道不知道 这个是台湾目前现行法制吗 我们从来没有讲过说 现阶段 我们要停止死刑 执行 汇除死刑 我们从来没有对外 部长 那我要请教的是 对 我要请教说 因为媒体的报道 是在去年的12月26号 所以离现在来讲 并不是太久的时间 我也能够体会 就是说部长 您需要有一些的时间 来处理这个问题 但这个问题 刻不容缓 为什么 如果按照你目前的行程的话 这些的国际人权学者 是要在二月份来的 二月份来的时候 他问了 如果你国内确实是必须要执行 执行 为什么你的国内的法律的人 他会用退出这个推动小组 来做一个危险呢 可能他们都是比较属于费时的 这种纸张见解的人 那当时已经一年多 一年九个月没有执行 他认为说是不是 我们的立场会暂时停止执行 那这样的执行 给他们某一种刺激 才会做这样的反应 但是我们私下跟他们沟通 他们现在目前也谅解了 他们有表示还是愿意 回来参加我们的 九位都已经谅解了吗 九位全部都谅解了 所以现在 去年12月26号说 退出的九位委员 现在都会回任 会 现在都会回任 谢谢 好 那我下一个问题 因为我们今天在谈国际人权报告嘛 我下一个问题就是说 我们知道国际人权专家 在今年的二月份 他要来做审查 我想请问一下部长 我们做了什么样的一个准备 比如说通常来讲 你要审查 你不是都不做准备吗 你最起码知道人家要审查什么东西 他要评估的报告是什么 他需要interview的人是什么 这些的我们的部里面做了准备了没有 有 我们做了什么样的准备 我们现在已经把 国家人权报告的英文版 相关资料都 那个不够了 寄送给他们 就像你一个报告 那是最初步的 除了这个最初步的报告之外 我们有人资源 没有关系 我们你要不要说明一下我们做的什么样的一个准备的动作 是不是请那个我们彭市长 没问题 没问题 对 是 委员好 除了我们的政府的国家人权报告以外呢 我们所有的民间团体也都提出了影子报告 那目前都已经送到这十位审查委员的手上 他们正在阅读中 我们有没有先去了解一下在通常别的国家呢 或者甚至是联合国他在审查的时候呢 他所审查的基础点是哪一些的事项 我们有没有先去了解 有 我们有预作准备 有 我们完全按照联合国审查的标准在做 好 所以你有confidence 你有信心 等到今年二月份的时候 国际人士来的时候 我们有这个把握度 就是说我们的标准今天台湾落实的情形呢 事实上我们是符合国际标准 我们有没有这个信心 因为他是来审查我们的人权缺失 所以大概国内现有的人权的现况 他们会做一个全面的了解 但是你也会报告就是说在现行法治体制之下 我们不得不的困难度嘛 对不对 因为到底台湾在目前他并不是一个废死的国家 我们看一下两公 我们看一下两公约 我们看一下公民与政治国际公约条款第六条的规定 我相信其实两位呢会比我熟悉了 但是我提一下 他的这个国际公约并没有讲说你不可以执行死刑 他的国际公约上面提到的是说 凡非废除死刑之国家呢 非犯情结重大之罪不得科除死刑啊 他是说你要你除非你是犯 你不能够随便科人家死刑 今天台湾部长我请教 台湾有没有随便科人家死刑啊 不可能 不可能随便科人家死刑啊 我们检察官也非常慎重起诉 法官也会审慎的还做这样的判决 所以我们台湾并没有并不是一个野蛮国家 也不是一个慌忙的国家 是说随便就科除这个人家死刑 我们也没有引用这个第六条的规定 去做任何延缓死刑废除的动作嘛 因为你刚才前面延揽的国内的九名的专家 你九名这个推动小组里面就有九名 其实是主张废死的嘛 所以这个正好可以证实说 其实我们台湾并没有用刚才的那个条文 来延缓或阻挠死刑的废除嘛 是不是死刑的废除还是我们台湾的一个希望能够达成的一个终极目标 只是今天还没有达到这样的共识 今天做不了 将来希望我们的法学的教育呢 能够推动到全民 全民能够有共识的一个情况之下 我们也希望因为人不应该决定任何一个其他人 他的生死 不管这个其他的人是被害人也好 是被告也好 我们都没有权利应该要去主宰任何一个人的生死嘛 部长这样对吗 对 被告有权利 被告有权利 被害人同样有权利 我们任何一个人都不应该去主导另外一个人的生死嘛 是不是好 那部长您刚才有提到 就是说检调的这个都已经做得非常好 我要提醒一下 就是说我们在看到这个其实对于死刑的争议的时候 为什么那么多的杂音出来 我们不得不承认 我们不得不承认 就是说因为在实际上面来讲 我们还是有亡死的情形嘛 比如说像江国庆的案子 像这个虽然不是亡死 可是我们看到前面的判处死刑跟后面的苏建合的案子 这些的案子是让废死的人 他可以提出来一个主张说 在你的因为回归到我们刚刚前面提到 任何一个人都没有权利去主张 去决定任其他的人的这个生死 因为有苏建合的案子 因为有江国庆的案子 让我们不得不犹豫 当今天在做死刑的执行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 我们是不是因为自己的错误 导致另外一个人的亡死嘛 是不是 那所以呢 我们回到这几个案子里面 其实最大的一个问题 在人权的核心里面 我们提到这个死刑的部分 难道不是就是行求 今天是不是真的 有外界所讲的行求的这个疑虑 部长我们要怎么样子 我们当然在您 尤其是您的位置 在你的position上面来讲 其实我是蛮能够体谅的 你在这个依法执行死刑 跟人权保障的这两边权衡的部分呢 事实上是一个很痛苦的抉择 我相信任何人在你的位置上面来讲 这个决定都不容易都痛苦 可是已经发生了 我们必须要解决 我们难道不能够从我们实际上面 侦查方面来做加紧的一个改善 我当听到部长你刚讲说 你不介入个案 其实部长我要跟你报告 本院的委员呢 任何的咨询的时候 其实都不会有意思 要你去介入个案 就算我是举例 举苏建合案 江国庆案 邱和顺案 郑姓哲案 我也没有任何的意思 要你去干预这些案子的进行 可是我觉得有个东西很重要 就是概念上面来讲 它很重要 我们今天发现了那么多刑求的问题存在 我们今天要怎么样子让我们的检调单位 检调单位都在您部长 您的执管的范围之内 我们要怎么样子让这些刑求的部分呢 能够降到最低部长 有没有办法解决最起码最起码在废死之前能不能够解决 请你把握时间 我们绝对会要求检掉那个侦查期间不能有刑求的行为 如果有 要求不够我相信很早以前大家都已经要求 但是有的话我们就马上办 不容许这种事实存在 可是我们看到 陈兆敏案不是都已经还是一样 您刚刚有提到啦 有在那个 那我们希望这个部分部长可以千万拜托啦 因为这牵涉到台湾人群 台湾是不是让国际间视台湾一个为一个 这个荒芜的这个国家 完全不重视野蛮的国家 台湾事实上不是嘛 台湾在经济的成长上面 告诉了世界大众全球 台湾是一个先进的国家 我们希望在人权的部分呢 也能够告诉这个先进国家 主席我只问一句话就好了 部长再麻烦你会后 因为时间的关系 这个杜绝行求 在我们刑事诉讼法第100条之一里面 他有规定就是说 询问被告的时候呢 应该要全程连续录音 必要的时候要全程连续录音 可是开了一个小的一个窗口 讲说急迫的情形 兼记名彼录者不在此线 这个小的窗口呢 就导致了很多的时候呢 透过这个弹书的情形呢 会有一些的 这个行求的一个空间进来 部长能不能麻烦你会后 能够告诉我 法务部怎么样子确实去落实 把这个小的窗口呢 即便他有在那边 因为我们理解他实际上 有时候是有这个必要性 但是我们不能够 因为有这个小的弹书呢 让他伤害了我们整个 检调单位的 他的出来的结果的可信度 也因为让这样子 污蔑了我们所有的检调人员 他的清白 还有他办案的专业性 那我们希望呢 法务部能够 我们知道很用心 但是如果可以更加一步的话 我们落实我们两公约的精神 来捍卫展现 对国际展现 我们台湾捍卫人权的局务